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刘金之麦地底61-65元神那塔五点灵板火神通 全收集顶级路线每分批示一完结 共计108个 财新自修66-72元神那塔五点灵板火神通 全收集顶级路线每分批示一完结 共108条 好,我们本批来拿下 刘金之麦地底这一块区域的火神通 好,首先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地底左上方的这个传输码点 好,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看一下我们这东北方向这边向前走 这个石柱上有一个火神通拿一下 好,然后往直列沿东南方向这边 跑前走 前面有一个石翔 我们往上面爬 好,把它来继续沿着这个通道向前走 好,走出窦口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方 面前就是一个火神通 我们拿一下 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东北方向这边 踏下来 往前走 好,我们大陆的镜头 好,一个断桥处 诶,这边有一个火神通 我们走过去拿一下 好,然后呢,我们打开地图 好,回到之前左上角的这个传输码点 好,这次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沿东南方向这边跳下来 好,明年在左边这个牙壁走 直接这么飞过去 中间飞过去的话 距离也不够 容易掉下去 探死 好,去算盘向前 好,直到走的镜头 好,我们往右边拐 然后再爬上我们这个 嗯,面前的石壁 没体力的话,恢复一下 好,有体力直接爬就OK了 好,上来之后 我们来沿着南方向这条小道 一直往前 好,这边不要拐弯 好,直接一直往前走 这里再试一条 搭行道 好,直到我们看到 前方也出现一个洞窟 好,去一走 好,从西藏板这边跳下来 可以看到前面有洞窟 还有 我们往下面跳 好,这时候应该也能看到 神头敌势了 好,我们特意来 好,特意来的时候 我们去沿着我们的 西藏板向这边看啊 底下有一个神头拿来跳 对不对 好,拿完,我们朝东南方向先走 好,这边有个水溪哦 融溪 好,我们乘坐一下 跳上来 原来瀑布一直往上面游 好,接着我们的大陈道 对不对 不播放了 好,一直有 直到看到我们的 新的方向这边 有一个建筑 好,我们停下来 好,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东方向这边 然后面前有个开关 核对约的数量 OK 我们先到现在一共是收集了65个火车通 好的 我们下边再见 拜拜 好 我们本拼来拿一下财星之秋这块区的火神筒 好 首先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财星之右上角的这个长寸盲点 盲点穿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西班线这边 看下来 我朝前走 看到我们的悬崖的对面 有一个火神筒 我们跑过去拿一下 找牙顶跳下 接着我们西班线去朝前飞 底下这里有一个树屋 我们的下一个神筒 在我们西北方向 这边一个对面的这个树屋里面 这边我们要借助一下这个草龙的能力 我们跳上去 好 这边 这边有一只 好 我们拿到处后面 借用一下草龙的能力 好 好 准备 插上它们土性 拿错了 这边对着对着天上 我们发射钩锁 然后那边停一下 然后再我们把天上飞 稍微调整人家的角度 再到神通下面 然后神通 然后拿完之后 我们接着打开地图 这边我们来到潮心之丘 然后右下角的这个常通锚点 好 这出来的我们看一下南方向这边 往前走 这个不用擅伤了 我们走到对面这个石柱的底下 下一个神通再 藏在一个石块 藏在一个石块中间 我们过去打一下就可以了 好 最后要切出大剑角色 切出大剑角色 切出大剑角色 打快一点 好 我们打一下 那你出来打三下 然后这个神通 我们爬到墙壁上拿一下 好 拿完之后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这时候我们来到 左下半的这个传送盲点 好 出来之后我们把反向 看一下我们的北反向这边 我们从这边爬上来 下一个神通在我 博河边这个石柱的最顶的上 我们再来先左软 然后插线走 好 我们西方向这边有个土龙 我们借用一下他的能力 有这个土龙 现在好想 这真的好迅你的勇气 好 我们走这边 升上爬 拿翻向这个石柱 最顶端拿到这个神通 拿完神通之后 我们脱离一下 脱离一下这个状态 接着我们拿翻向这边跳下来 往前飞 看到我们前方 就有一个神通提示 他选在两个悬崖中间 如果我们是平行走过去的话 所以 需要借用一下草轮能力 但我们现在是高空飞过雪 就不需要了 我们直接对准人位置 好 下降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神通 现在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这个财星之秋 左赛半的这个传送锚点 好 出来之后我们直接卡到西方向 向前走 来 看到我们下一个神通 在西方向这个石碑的顶上 底下有三只怪 最好不要去招惹 则是地剧传截 雪的招惹有点厚 没必要打 我们直接上去拿就行了 好 我们 往上面爬 有体力的话也可以直接快速跳 快点 那体力的话就慢慢爬就OK了 好 爬到本批的最后一个神通 接着我们打开背包 核对一下输了 好 我们往下拉 好 到现在我们一共是收集了七只要开火神通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